欢迎收看,继续收看云聪金融交易学院 这么一个自媒体节目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一下 在讲这个技术分析之前 我还是想再用一期节目 主要是讲一下基本面分析 技术分析,以及盘口分析 它们到底有一个什么内在关系 它们到底是,它们的逻辑是在哪里 然后呢,这三种它适合哪些操作的人群 然后呢,最后我再用一个历史故事 用历史上的一个故事 来给大家概括一下这三种交易方式的一个不同点 说实话,这个虽然看起来像简单的历史故事 然后但是实际上 基本上用了我十年的时间来摸索这个 它们之间真正的一个内在关系 然后了解它们真正的一个逻辑关系 以及每一个人,你应该哪一种方式 交易方式对你来说是最适合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我们现在应该是第十一期了 第十一期就是用一个历史故事来讲述 讲述基本面分析 基本面分析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以及盘口分析 的区别 实际上呢,我标题用了一个完美讲 完美的解释了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 我这个方式 等会讲述的方式是比较完美的 我个人想了很久 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比喻 然后到时候你们可以给出意见 看看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方式 好的,我们现在先看基本面分析 基本面分析 基本面分析呢 就是不管你是买股票 当然股票期货外汇是不同的啊 我们就拿股票为例 股票为例呢 如果你要分析基本面 你肯定首先要分析它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经济环境啊 然后呢你再分析你这个行业的假设你宏观经济环境这几年比较好 然后你想买酒类行业 然后你分析这个酒类这几年这个酒类行业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分析钢铁行业 或者比如说你要买电器 你想投资隔离电器 那你就分析电器行业这几年情况怎么样 然后最后再看公司啊 所以是一个从大到小从宏观到行业最后再到公司这么一个分析过程啊 这种基本面的分析呢 现在还是一个分析界的一个主流 就是一般的基金啊 一般的一些大的一些公司啊 他们还是喜欢用基本面的分析问题 它是一个主流啊 它呢实际上如果从比如说从简单的说将从那个功夫上来讲啊 它是念内功啊 它是念内功 就是说我们就是念一些类力 但是呢实际上它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虚无的啊 这个可能有些人不太同意啊 就认为你看这个基本面分析都是拿数据说话啊 这个企业的一个企业的一些数据啊 它的盈利模式啊 它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啊 还有这些经济环境 它为什么是虚无的呢 这个以后我再解释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虚无的 相对来说基本面分析 然后技术 好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它是怎么样的呢 技术分析很简单 就是图表决定一切 图表决定一切 就什么意思 你不管是宏观的东西来讲 还是行业的东西 公司的东西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落实在什么上面 落实在图表上面 找一只 落实在图表上面 就是你不管是宏观的行业的还是公司的 总之你总是要落实在K线图上 或者是点线图上 那我们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了解你前面的所有东西 我只需要看图表 我就能够发现问题 一个公司你就是在主流 你在比如说你这个公司 你给我说了天花乱坠 但是K线图就是在叠 那我还是不会买 我绝对不会入手 那如果是本身我宏观的大致的方向已经定了 然后在图表上又发现这个公司比较有一个买卖点 那我这个时候才会入手 或者是甚至前面都不管 我是只看图表 图表决定一切 这是图表 当然图表根据图表我们会有更多的 比如说我们有我们有趋势线 我们有波浪理论 我们有加烟理论 我们有其他理论 但是这些所谓理论包括指标 都是建立在图表决定一切 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框架 或者一个概念上的 在不管是在华尔街呢 还是在 还是在其他国家 这种分析方法呢 他们很多的公司都认为是一个非主流 就是觉得这种分析方式还是不能够说明一切 甚至有的公司就比较鄙视这种技术分析 认为技术图表分析一切这种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但是无论哪种说法 我个人来说 关键是你自己认为有没有逻辑 有的人就认为这种技术分析没有任何逻辑 他不太相信技术分析 那有的人就认为基本面分析太虚无缥缈 他不相信基本面 对我个人来说 我纯粹个人观念 我更倾向于技术分析 我认为技术分析它更实在 他就是念招式 从招式 所以它更实在 就是说你内力再好 你总要一拳打出去 你这个一拳打出去 招式一打出去 它就体现在每一招式上 因为你要打倒敌人 你不可能站在那边 亮个泪功就把敌人打倒了 不可能 你必须要提那招式上 所以它实在是比较实在的 对我个人来说 对中小机构者 如果你学好技术分析 那你就已经足够盈利了 而反倒是我认识的中小机构投资者 或者个人投资者 去分析基本面 这个太宏观太笼统 基本上你遥想获利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小的 这是一个技术分析 那盘口分析呢 盘口分析很有意思 它和基本面和技术分析 都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学派 它实际上指分析 报价 成交 成交 数据 根据这些数据的一个跳动 来寻找买卖点 所以它这种方式只能是超短线 只能做超短 或者是做日内交易 或者是做炒单内交易 所以它是有局限性的 那这种方式呢 它是怎么说呢 极小众 就是很少有人知道 也很少有人去做 因为这个为什么极小众呢 因为很难学 非常难学 它这个难学体会到什么 为什么难学呢 因为你看很多书上 第一个书上没法教 因为没法教呢 这个你必须要 必须要去大概的方向教了你之后 你要自己去看 每天自己去看 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摸索这个规律 而且这个本周的规律 有可能下周就不一样了 比如这一周 你发现是哪些一些机构进入 它的买卖方式 它的这个报价的方式 它的这个成交数据的方式 它的这个买单卖盘的方式 有可能下周就不一样了 有的国家 像我在的国家 你还能看到非常详细的 是哪个机构在买入 它是怎么买入的 它是哪种方式在买入 它是哪种方式在买 还是哪种方式在卖 而且有一个 它的每天的一个比率 所以你每天就看着它 但是它这个机构 有可能这两天 它是做对冲 周一周二做对冲 那对冲完了 数据周三就不做对冲了 它机构又不一样了 所以说它这个变化特别快 变化特别快 你就没有办法说一个方法 像比如趋势线理论 或者是像波浪理论 它一个方法 跟你说了之后 你可以套 它这个就是大概的方针 跟你说了之后 你知道怎么思考了 然后你每天要通过 大量的实践去学习 所以这个它是非常难学的 但是它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一旦你把这个学会 你可以看到 在国内的一些真正的高频炒单元 还有国外的很多高频炒单元 它们的盈利是非常丰厚的 而且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风险是极小 但是这个没有任何风险 是在你真正学成了之后 你学成之前 你风险还是很大 但你真正的学好了之后 你就真正的就得盈利 所以它非常难学 但是也非常有用 我们再来对应一下 基本面分析 一般的呢 就是对于是长线投资者 长线投资者 而技术面分析 是中短线投资者 长线呢 就比如说 是以月啊 每个月一年 买了股票 一个月才卖 一年才卖 中短线呢 一般的算是周 比如你可能周啊 也有可能是按月的卖 买了之后 而这种呢 一般的日类交易 日类交易 日类交易的 日类交易 主要是做期货 或者做外汇来说 它进行盘口分析 那这三点呢 实际上这三点呢 它并不冲突的 你可以说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基本面分析 你是用基本面分析 对我个人来说 它不冲突 比如这个是基本面 你发现这个基本面 比较好的这个行业 然后发现比较好的股票之后呢 你再在技术面去找买点 技术面 技术面找的 基本面你是决定 买什么东西 买东西 买什么东西 买什么东西 你技术面呢 是你确定哪一天来买 哪天 或者是哪一周 我来入手 而盘口分析呢 你学好了之后 你可以确定 精确到哪一分钟 我来入 我来入口 来买 入手来买 哪一分钟我来入手来买 所以说 这个实际上 这三种分析方法 对三种分析方法 对我个人来说 它们是并不冲突的 而且呢 我个人来说 我也是觉得 我也觉得 每一个分析方法 不管你是做 你是做基本面分析方法也好 你是技术面分析方法 盘口分析也好 你找对你自己的 你也不要去 不用去更改 你也不用去学别人的 为什么呢 你这个性格上的一个东西 你是学不来的 为什么叫性格上学不来呢 比如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慢性子人 你说你看到别人那种 超短线买卖方法 这种盘口分析方法 一会买一会卖 你觉得这个人疯了 他为什么这么频繁买入呢 因为对你个人来说 你根本就做不到这种频繁买入 那如果你是一个急性子人 你买一只股票 在那边放一周 看着它不停的跌 一会涨一会跌 甚至放一个月 你根本就忍受不了 因为你是个急性子人 你需要买了之后 马上获利 或者亏损之后马上止损 那你就是学习这种盘口分析 或者超短线中短线分析 所以首先确定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非常非常重要 你是什么样的人 非常重要 之后你会确定你的性格 根据你的性格 再来找到你的方法 再找到你的方法 这才是你将来会赚钱的关键 你不然的话 你得和你找到一个方法 别人就算再赚钱 和你的性格相不符合 你将来也是非常难受的 而且你也没法坚持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现在我这个标题 要用历史故事讲述 这三个操作方法的一个差异 我们现在讲了一半 还没有讲到 还没讲到下一步 现在我们开始 非常有趣的 我个人认为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讲述方式 给大家讲一下这三个东西的 这三种教育方式的一个区别 好的 现在我们回来看一下我的这个例子 我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我是 大家知道 学历史都知道 元朝末年 天下大乱 这个元朝末年的时候 天下乱起来之后 到处都是起义军 就是开始觉得这个政府太 原政府太腐败了 然后每个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就是元朝 从北到南 一下子就很多的农民起义军 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趋势就来了 什么趋势呢 这个起义军一旦成了势力 那我可以跟着起义军干一票 然后我就来获一点力 获一点力 我有可能赚大了 就成为开国元勋 我有可能就是在起义军就被人杀了 因为有可能就比较倒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从1325年 元朝就有很多的起义军 最开始是红金军起义 然后是张诗诚 张诗诚是个盐商 是个盐贩子 他开始起义 以后来有徐顺辉起义 徐顺辉呢 因为他自己是比较能打 最后呢 还有朱元璋起义 而朱元璋呢 先是穷苦人出身 先做了和尚 然后参加起义军 也参加起义军 然后呢 从慢慢装大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一个基本面分析者 我们这个每一个起义的一个队伍啊 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股票 或者看成是一只期货的一个标的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基本面你怎么分析呢 那我就要先分析 他们的战斗力是怎么样 比如这个红金军 那你有多少的这个红金军 你有多少的士兵 那你这些士兵呢 你的战斗力强不强 有没有组织 然后呢 你的财力如何 你的财力是谁来提供的 然后呢 你就分析这些东西 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呢 但是你就决定 我现在是投靠红金军 还是投靠张世辰 还是投靠朱元璋 你是通过这种面的分析 那你说这种面的分析啊 它你就是一个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问题是什么呢 你非常容易判断错误 你想啊 这个时候 特别是朱元璋刚起立的时候 他谁能相信他呀 觉得他一无所有又穷 然后又没有财力支持 又没有其他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你就判断不对你的趋势 你有可能觉得红金军 这个人数众多 你就跟着红金军去干一把了 那你跟着他去 结果怎么办呢 就失败了 你就被杀了啊 或者是你在被投降了 或者是比较悲惨 那你就是基本面分析 就是你有可能 你会觉得比较好的数据 觉得他这些东西比较好 但是你仍然看不出来 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因为他们 你在战斗的过程中间 你才知道 真的他能打还是不能打 队伍要拉出去打 你才能知道 但是呢 基本面是不知道 基本面只能根据这些情况 来分析一个队伍 然后你再去投靠打 那技术面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你是个技术交易者 那你才不管这个基本面 你也不管谁能不能打 你也不管他战斗力如何 财力如何 你通通都不看 你就看一条 什么呢 图表决定一切 就刚才我说了图表决定一切 那你不管哪支队伍 那你总得 不管你哪个队伍获胜 你总得打蓝金吧 你总得去攻占元朝的这个南都吧 因为元朝北都在北边 南都在南边 你总得打蓝金吧 打下蓝金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在蓝金的主要的路口 在这边守 我看到谁打过来了 我就跟谁干一票 我看到徐世辉打过来 徐世辉赢了 跟着徐世辉攻打蓝金 参加他的队伍 去蓝金混一下 如果看到朱远章打进来了 跟着朱远章去打一下 我才不管你什么兵力战斗力谁获胜 对我通通没关系 我就看谁已经快要进南京城了 或者是谁在进南京城的路上 我看到有了这个徒刑了之后 这个事已经确定了之后 我才去跟着他去干一票 那盘口交易者是怎么样呢 盘口交易者啊 他们是这样子的 他们也不管你这个 谁的兵力好 战斗力好 财力好 也甚至不管这个南京的这个队伍 也不管也不在南京的路上去守 他们在哪守呢 他们在一个个的战场守 就是战场 假设啊 你每一个战场 就是每一次交易 战场A B C D 有的在北方 有的在南方 有的在东方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在每一次打仗的时候 我就在远处观望 远处观望 远处观望 我也不管是我也不站在这个元齐军的一方 我也不站在元朝的一方 谁都不站 我就看远处观望 然后呢 我看到谁快赢了 谁快赢了 那我就在获胜的一方 跟着获胜的一方 跑进去 说哎 我跟你们站在一起 然后呢 去抢一点失败方的东西 那这种方式呢 你永远到不到大的一些大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从一开始基本面分析 跟着朱元这样干 你可能慢慢的一路成长 最后成了他一元大将 是吧 或者一个小兵 最后能分到很多东西 只要一路跟他干到这边来 那如果是 你是技术面 你南京之前 有可能他还认识你 然后见南京 你能分到一点东西 但是呢 你这种盘口分析 你永远只能够在每一个战场 捞一点小兵 因为谁也不认识你 你就是个小兵嘛 跟着去抢一把 抢完就跑 但是反过来想 这三种方式 哪一种活得更久 更有力啊 那肯定是盘口分析啊 为什么呢 你你非不管跟哪一个 你这一路杀过来 你被杀的可能性非常大 你失败的可能性太大了 而且一开始判断错了 中间你要跑的话 有可能都跑不掉 那如果基本面呢 也有可能呢 你跟着他一路进 那万一不是他赢的呢 不是元朝这个这个 奇迪运的呢 而是这个齐军被原政府反杀呢 是吧 那第三种我就谁都不支持 我主观上我也从来不想谁会赢 反正我只要远处观望 看到谁赢呢 我进去捞一把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做不大 这也为什么盘口交易者 他们一直会怎么样呢 资金啊 赚赚赚赚 一直都赚 很好的赚 赚到双百万 然后就很难赚了 然后这个就滚动起来很难 就是还得转向技术面交易 或者是转向基本面交易 这是资金量的一个大小确认 我不知道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样子解释 大家是不是已经非常明白了 到底这个技术面分析 基本面分析和盘口分析 到底哪一个更适合你 哪一个更有用 哪一个能让你真正的获利 或者是你喜欢哪种方式去获利的 总之盘口分析风险最小 但是非常难学 因为这个要根据长持战斗经验 去摸索 去观望 技术分析相对来说比较好学 也能够获利 但是技术分析有它很强的一些弱点 以后我慢慢会给大家解释 基本面分析看似最有逻辑 但是实际上非常虚无缥缈 如果是在美国这种股市 长期上升的股市 基本面能够让你赚很多钱 但是特别是在很多国家 长期波动的这种行情下 基本面有些时候 让你亏得非常的惨 也非常惨 所以呢 这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好处 下一步呢 我们就真正的开始讲解 只不过我不太擅长基本面 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基本面的逻辑 所以呢我所有的讲解 都会基于技术面和盘口分析 如果喜欢技术面和盘口分析的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 请非常感谢你能够给我留言 也非常感谢你能够订阅 或者是向其他朋友推荐 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 我的 再次说一下我的课号 不是教你赚上百万 但是我是你进入 金融期货 金融交易的第一站 好 感谢各位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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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